好像youtuber 真的沒有任何社會形象的責任 就一輪是大XX事件 他馬上就是也是開放什麼斗內 賣眼還是在啊 沒有沒有沒有啦 酒面蠻慘的 酒面蠻慘的 真的嗎 說那個有什麼 怎麼樣 那些和弦 耶 超派喔耶 為什麼 就好像很 拽很XX 超派 感嘆新舊妹時代不一樣了 陶晶瑩任想投胎轉世 邀請到 Mathilda 陶晶姐來我們的節目 耶 什麼事都經歷過 我只是打了肉毒 你們看不出來 什麼 神經白症的陶智姐 這一次來到百靈果頻道 聊聊新舊媒體間的碰撞 面對各種心理問題 只要主持人們敢問 陶晶瑩就敢接招 那你會不會覺得就是新媒體 不是有NCC管控 然後很不公平 不會不公平 我非常羨慕 我甚至想要投胎重生 比如說我們累積二三十年的 集息發揮的功力 控場的功力 結果到了這個時代 是不被重視的一個特質 大家喜歡樸素 潰草 簡單 穿幫 不專業 好像YouTuber 真的沒有任何社會形象的責任 就一輪是大X事件 他馬上就是也是開放什麼斗內 道言還是在啊 沒有沒有 你看 九妹蠻慘的 九妹蠻慘的 真的嗎 我沒有大家想的 那麼壞 好不好 因為看過以前多慘嗎 那我印象裡都還有 某幾個男藝人 還在那邊鞠躬道歉 然後莊嚴樹木 跟著說那個有什麼 怎麼樣 那些和弦 超派好耶 為什麼 我覺得 好像很拽很 超派 可是 你覺得那些藝人能出來說 我很拽 怎樣 我覺得這又是 定位不一樣 我覺得是時代不一樣 時代不一樣一定有差 大X體沒有以前 大家這麼的反感 會比較願意了解 對啊 妳的脫脫胸都可以講了 對 我講得很兇的 就是那時候的文化不一樣 因為妳一定要拜碼頭 而我剛剛說的大部分都是男主持人 那時候如果MeToo 那不得了 整個電視台應該 就是 不能說整個 半個 半個 我覺得 我長這樣 是那個年代裡面 毫無天敵的一個人 曾經有一個大哥使直接啦 用麥克風說 叫他過來坐他大腿 然後就是 他媽的不然不要錄 然後全部人都僵住 想現在該怎麼辦 然後宣傳就是在那邊道歉 這樣 那麼多朝代 不跟他們潛規則 會不會又更難上去 我相信那個時代 還是有很多實力派的 嗯 就是他的歌就是大麥啦 那我不知道你大腿怎麼樣 我也不會被鳥這樣啄吃掉 什麼好鮮豔的花啊 弄死他 沒有 就是很 醜小鴨很安全的游來游去 沒有人要吃 嗨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傑季物憲哥來了 我是乃哥 我是蘭妮 我是小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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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上陳美鳳 我是陶婷 我是鄭文晨 我是沈憲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Kavin 廖伯雅 我是艾薇 我是蘭 我是吳宴 我是林真益 我是珍欣 我是珍珠 我是蘭妮 聖誕跨年有到啦 你們想好 聖誕跨年要出來哭了嗎 想要獲得我的聖誕跨年交換禮物嗎 冰紅的話呢 有準備的禮物 要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有個新的 影片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如果是上三粒新聞網 添加投票 請到三粒新聞網 來投票參加 上三粒新聞網 投票 就有機會獲得 我的交換禮物哦 加入我的交換禮物 我的禮物非常好哦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禮物哦 趕快下載 祝你得獎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And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